透過專業的導覽還有詳細文字解說 讓遊客能夠清楚了解台灣郵政歷史 還有看見各類的郵票 其中最珍貴的就是由中華集郵協會民意領事長 黃明正先生捐給郵政博物館的郵票 是西元1888年 由台灣首任巡撫流民船所創辦發行的郵票 黃明正表示 希望藉此讓詩人跟子孫見證更多 專屬的台灣文物 這次郵政博物館首次跟南洋博物館合作 推出郵票常設展 不但展示稀有多元的館場 更有許多互動體驗 所以非常值得來參觀 當時有台灣的郵票 郵政商票 之後他也曾經在倫敦 英國倫敦購買了一套龍馬郵票 龍馬郵票雖然後來沒有發行 不過也作為我們鐵路火車票的使用 好 那諸如此類 在流民船這個時代的相關的這個郵票呢 我們藉著這次的展覽呢 事實上大家可以在我們這個展區裡面 大概可以 一覽無遺 整個台灣郵政現代化的過程 做一個完整的介紹 那透過這個不同的種類的郵票呢 我們可以看到從1888年到現在的2020年之間的整個郵票的變化 那不只是郵票 因為郵政系統對台灣影響非常大 包含說郵地區號是怎麼來的 包含說郵票的齒孔是怎麼做的 包含說郵票音質怎麼做的 所以這整個郵票的這個 帶出來的郵政系統呢 非常跟一般的民眾有密切的相關 那也藉這個機會呢 我們有一些互動 包含說可以有自己的郵票DIY 然後可以有數位的這個郵票的互動體驗 這次展期到9月1號 凡是宜蘭縣民憑證明都可以免費參觀 但是為了防範武漢肺炎 入館需要戴口罩 涼體溫跟酒精消毒 宜蘭新聞記者張麗玲 採訪報導